台灣創投其實有一個 我剛講台灣創投大概在2000年以前 其實那個黃金年代就結束了 2000年以後其實台灣的創投 其實產業縮墜很嚴重 到這幾年其實大家要在台灣找創投 幾乎找不太到錢 除非你的公司已經規模不小 然後已經有賺到錢 其實我最後結論就會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要創業的話 基本上前三年大概要燒自己的錢 大概找不到任何人投資你 因為很現實 那再下來可能找到的錢可能是個人 可能是你做的在某個產業不錯 那個產業上有的某間大公司的專業經理人 可能是副總機的人 他覺得說他個人賺到錢 他覺得說你這個還不錯 這個ID不錯 所以他願意投資 他個人投資 變成是很多台灣的天使投資 是這樣子來的 天使投資不是說 現在沒有那種產業要出外拿的錢要投資 現在沒有這種事情 現在就是那個 你可能做半導體 然後你可能做半導體 然後也許成心 也許成心的副總 他覺得這個idea不錯 這未來有機會 那個副總自己投資 類似像這種概念很多 但是 以前當然是有那種產業 就是說出外撒錢 以前有啊 但現在真的沒有 對 對 那 以Internet來說 其實 當然現在大家 比較年輕的話 其實你接觸到比較多是Internet的 那Internet的話 其實台灣其實 早期的有很多育成的機構 就是幫 我想 Abrose 或是那個 應該只有Abrose比較有名 那其實就是他們會去育成 他們講incubate 創的產業 但是一樣就是說 你在這個early stage的時候 你算去育成 然後可是台灣真正的投資人 大部分人投很後期的 所以中間還是有一個gap 中間你在成長過程中 你可能需要的資金是 幫助你做operation 幫助你做周轉 那台灣這樣子的公司 他通常沒有錢 那他們 但是問題是 台灣還是很多這種公司長大 通常他們是透過那個 企業主 就是老闆的個人信貸 因為公司也貸不到錢 公司也不容易貸到錢 所以 很多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 有一百二十幾萬家 商業登記的公司 大概九成五以上是那個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大概是 五千萬資本以下 每年大概賺個一兩塊 這種 這種公司 這種公司在台灣非常非常多 然後 像這些公司 他可能沒有辦法走到上市櫃 台灣上市櫃公司 其實只有一千四百多家公司 一千四百多家公司 一千四百多家公司 是含上主板 上櫃、新櫃 這樣子加起來 一千四百多家公司 那 其實台灣的那個 台灣真正的經濟的基石 是那個中小企業 那中小企業 那中小企業其實他們是 他們是 他們是 過去是完全沒有透過創投的 的挹注 就是他們在那個成長過程中 完全靠自己 所以這個 這個跟 為什麼我會講 為什麼我去看這些事情 跟講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其實台灣 因為高特技產業 是比較像國外的那種概念 所以引進創投來 幫助高特技產業來成長 可是現在很多人 在看Internet 或是在看一些文創產業的時候 會把它想成是說 OK,那是不是可以讓創投來投資 可是 產業的改變 產業的paradigm shift 然後跟那個 產業的內涵不太一樣 所以 我一直覺得其實 包含像是Internet 或是像是文創產業 它比較適合中小企業 它比較適合微型企業 它比較適合像是 我們台灣的這樣子 這樣子的運作 所以 我一直覺得 像這樣子的公司 第一個創投不會投 也不敢投 然後其實它也 沒有必要拿創投的錢 這是我 就是 我自己 自己創業 然後自己參與投資 自己在看這些案子 我自己覺得很多 就是 跟其他人想的 效應不太一樣 所以我對未來想像是這樣 就是 未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 現在的 現在的那個公司 已經沒有 現在的環境 已經沒有創造 Mega Company 的那種機會 我覺得比較少 因為 台灣的GDP 大家看新聞 應該都看 就是第二季主機出公佈 是勉強飽二 年初的時候第一季 第一季 第一季在預測的時候想 寶三 那其實跟去年的Pattern 完全一模一樣 到年底 做結算的時候就會說 寶一了 那實際上 寶一它不是真的 不是寶一 它是用匯率換回來的 所以 其實事實上 你如果台灣的經濟 其實就是 幾乎是沒有成長 幾乎是沒有成長 甚至原來衰退 但是這個 不是只有台灣而已 其實日本 香港 新加坡 GDP都是一上下而已 那其實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意思是說 其實台灣已經是一個 已開發國家 我相信其實沒有人寫過這個報告 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長大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一直念到書 念到課本 報紙上寫的時候 台灣是一個開發中國家 開發中國家 意思是什麼呢 它各行各業都還有開發的可能性 所以它的GDP 可能可以到7%到10% 跟現在的大陸一樣 可是當你開發完成之後 其實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所謂的成長動能了 台灣的之前成長動能是 那個ICT產業嘛 然後呢 後來其實在過去的10年當中 其實那個 政府其實想要 想要推的是 所謂四大產業 LED Solar 然後跟CleanTech 還有像那個 還有那個面板 DRAM 這是過去10年 台灣投入的 政府主力 主導的一些大型的投資 可是問題是 友達2011年 它光虧損就虧損600多億 這個600多億 它幾乎是全部政府虧掉的 所以 不是說台灣在主導的人 主政的人 它不想去 創造新的動能 而是我們在過去10年 創造的這些動能是失敗的 就是包含DRAM 包含LED 我們台灣投入很大的成本去做的是失敗的 所以 這幾年其實台灣也沒有所謂的成長動能 那這兩年其實從2011年看到之後 其實比較看到的是服務業跟餐飲業 其實就是通路 可是這些通路其實它是已經慢慢變成是內需市場 所以現在台灣現在有很大的問題是它沒有出口的 還是有啦 只是沒有那麼大的動能 台灣沒有創造新的東西出來 這是一個越來越差的狀況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那當然大家看新聞 因為看到很多 可能講22K或是講 那個什麼 講一些環境的因素 我覺得其實 因為又講到職場的問題 其實很多畢業生拿22K是真的 但是 其實我覺得22K不是薪水的問題 22K最大的問題其實是那個 讓大學畢業生失去人生的希望 我這樣講 因為我們是用人單位 我們在做應徵的時候 我們其實通常會應徵像助理 這一種職位 另外一種可能是PM 那我們的心態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是用人單位 我們的心態是說 我覺得來應徵PM的應該會比較多 因為PM 怎麼講 他Challenge比較高 可是他做的事情也比較多 然後他也比較有挑戰性 如果我是應徵者的話 我應該會比較 有意願去找PM這樣的工作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來應徵當assistant的人 大概超過PM四、五倍以上 幾乎所有人都只想當助理 為什麼呢 因為薪資差不多 因為薪水差不多 你能夠操到哪裡去 擦個3000塊還是5000塊 差不多 那這個變得很可悲的事情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反正因為差不多 那我為什麼要去做比較累的事情 我乾脆做助理就好 這個是年輕人心態 我知道 然後呢 現在出國人也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在我們十年前出國 我們那個大學畢業生 薪資以交大畢業的話 大概可以拿到超過四萬左右 三萬五到四萬差不多 然後應該碩士班畢業 大概就有四萬了 然後可是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那如果你從國外念完書回來 你的那個Premium 就是你的薪水的Premium 大概有30% 現在幾乎是沒有 現在就是你從國外回來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了不起 所以幾乎沒有Premium 就是甚至有了大公司 就說你不是從國外回來 我也不要用 我之前在Yahoo做Interview 因為我們在外商公司 其實我講白了 我就是要從國外回來 因為你一定要會講英文 你不過講英文在Yahoo沒辦法混下去 所以甚至你只要不是 你只要是台灣畢業的 你哪個學校我都不要 我只要從國外回來就好 所以現在 而且薪資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台灣的那個大學生 或是研究生 大家會覺得說 反正我出國沒有特別好的待遇 那我幹嘛出國 還浪費錢 所以大家會 這個是現況 因為我們在產業裡面 而且我們比較年輕 其實我們自己知道說這個是 有點是膠著的狀況 那所以變成是說 現在為什麼大家幾乎全台灣 所有的主管機關 或是一些政府媒體 全部都在鼓勵刷創業 然後我剛剛講 其實我沒有特別鼓勵創業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大家鼓勵創業 為什麼大家鼓勵創業 因為台灣就是 就像漿糊一樣 你就現在裡面 你沒有一個洞能出來 但是大家很期待說 能夠有誰可以說 創造新的創新 然後呢 去改變新的 改變這個市場 那 可是問題是台灣的環境 其實 硬體其實大家都說 硬體已經出現很大的問題了 可是台灣其實我不認為 其實我不認為台灣適合做軟體 大型的軟體或平台 因為大家對軟體 其實認知也可能也沒有那麼深 台灣的軟體產業 最有名跟最獲利最高 或是最知名的公司叫趨勢科技 趨勢科技確實很賺錢 當然他們的市占率其實有點在掉 但是趨勢科技他們的business model 不是賣給 它不是零售的 趨勢不是零售的 趨勢這種防毒軟體是跟著 那個PC在賣的 就是你去買電腦 你去買notebook的時候 他會付趨勢給你 所以他是從那個PC廠 對不對 他付大量授權的費用給趨勢 他的business model是B2B2C 所以這個跟現在的產業不太一樣 現在大家買那個房屬軟體 假設買房屬軟體 其實應該就是上網去買那個 McPhee或是Download Free的那些版本 越來越少人去買趨勢 P4C0這樣子的房屬軟體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反正我去買電腦 他會送我一套 這個是沒有人去做這個 沒有人去零售 去便利商店買這種東西 沒有人去買這種東西的 所以這是台灣最大的軟體公司 他是做B2B2C 另外像是頂星 他做B2B 他專門幫企業做CRM檢治 做ERB 然後做一些企業專案 所以台灣做軟體的 其實跟台灣做硬體的思維是很像的 就是做代工 就是大家很習慣 因為這個在整個產業鏈 因為前面的那個 的Leader已經很確定了 大公司都很確定了 所以大家喜歡說 OK那我跟你合作 我幫你做SI 我幫你做代工 然後我賺到錢 就是台灣不會覺得說 我想要做一個世界知名的一個平台 現在當然很多人會想 可是現在沒有能力做到 所以我一直不認為台灣有能力做到這個大型軟體的平台 那如果說你真的心裡真的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那我覺得直接去大陸做或是去美國做 但是我覺得台灣還是有台灣自己的優勢 就是 回到Internet來看 其實Internet其實 我覺得Internet 台灣講台灣Internet是沒有所謂天使投資人的 為什麼講沒有天使投資人呢 因為 美國的Android Investor 其實不是 不是憑空冒出來的產業 它是 在數十年來 有很多從科技業 從 像是HP 或是Compaq 或是Microsoft 或是Dell 或是IBM這些公司 其實他們在那些高階經理人 其實他們都賺到錢 不是 創業其實不是只有Founder賺得到錢 其實高階經理人其實也都賺得到錢 然後而且不少 所以 其實這些過 這些這幾十 數十年來 其實在 在那個SeekonValue這邊 其實他聚集了很多 算是 不算超有錢 但是他可能 他也是有財富的很多人 他們願意去投資一些新創的ID 因為他們 他們賺到錢的年紀也不夠四十歲 四十五歲 其實人生還很長 他們除了享樂之外 就回去投資 所以 幸福他們在做 Angel Investor 其實是這樣子來的 他們就是去投資 然後他們投資的人成功之後 也會再去投資之後的人 可是台灣的狀況變成是 這十幾年來 其實台灣 尤其在Internet 幾乎沒有人賺到錢 幾乎沒有 大家賺到的錢 就是先把之前借的錢還一還 還完之後 身上剩下的錢去買一間房子 就差不多了 台灣的出廠能夠賺到的錢 真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 沒有人賺到的錢 所以當然沒得投資 我當然是有賺到一些錢 但問題是我現在 在這兩年當中 我大概投資了五六家公司 大概投資了兩千萬左右 搞到我身上幾乎是沒錢 我也沒收入 所以 我投資都是新創的小公司 所以那些錢就好像丟到水面去燒掉一樣 但是 我那時候 那時候從雅虎離開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說 我一直覺得說 因為我的心態是這樣 台灣沒有人賺到錢 所以說沒有人去投資 那我說既然我有賺到錢 那我就應該去投資 不管會不會賺錢 那後來是不是證明 這也是錯的 這當然是對的 只是說 就 這麼蠢的人應該也很少 而且其他人幾乎沒賺到錢 所以 就是你們會聽到很多人 很多人那個 公司賣掉或什麼的 其實那個賺的錢都不夠多 把那個債還一還 把債還一還 然後最多買一間房子 因為總是按家立命 先買一間房子再做 就差不多了 所以這個 台灣產業其實 尤其在Internet 其實是很辛苦的 網路跟文創都是 按家人 如果我們可以抵鬆